从2006年进入国内市场以来 这款车呢就备受我们消费者的瞩目 而且呢它曾经蝉联了八年的这个A加级三箱车的销售冠军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很多我心里有数了 没错它就是被称为小帕萨特之称的速腾 那在今年的广州车散上呢 推出了全新的速腾 这款车呢其实作为一个年度的中期小改款 但是呢这个中期小改款的车型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惊喜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细细的品鉴一下 那对于大众全新的MQB AI这个平台呢 全新的速腾呢它的车厂呢是有所增加 前脸啊新灰设计员的这么一个中网设计 中网设计呢有的网友会说 哎这不跟帕萨特有点相像吗 但是我们仔细观察不难看出啊 它跟帕萨特的设计还是有所区别的 采取这种隆起式的设计 这种设计呢增加了前脸这种层次感和跳跃性 中网的这个贯穿式的银色度和装饰条呢 其实呢和大灯呢是遥相呼应连接在了一起 体现了整个前脸这种整体性 在大灯设计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它依旧采取这种C型的大灯设计 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啊 它这个大灯的尺寸呢显得更加的大 所以呢点亮起来呢炯炯有神 而且里面的灯组设计呢也是颇费小心思的 强这种矩阵式的排列设计 全系呢是标配了LED大灯 在灯枪内部也看到了它的新的标识 IQ White 刚才呢我们在开头聊到了得益于大众 全新的MQB的A2平台 全新速腾呢它的车长呢是达到了4791毫米 可称之上是同级别最长车型了 但是呢它的轴距是没有变 还是2731毫米 双腰线的设计产生这种下压式的态势 所以呢整个车呢静态给我感觉呢 有一种俯冲的态势在里面 logo标识以及呢这个照底灯 这些方面呢是增加这种光感的运用 让我们开启这款车手显得一世满满 在轮毫设计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显着非常稳重 中规中续的擦桥这种双色式的多幅的轮毫设计 然后车身尾部呢 我觉得全新速腾给我另外一大亮点呢 就是这个小压尾的设计 这小压尾的加入呢 让整个车身尾部呢增加这种运动的氛围 但是我们看啊 它的这个后尾灯的设计 并没有采取当下这种非常流行的贯穿式的车灯设计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灯枪内部呢 采用这种黑化的元素 所以更进一步加深了它这种年轻化 作为全新速腾呢 它的内饰设计跟线款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坐进车内呢 我觉得区别并不大 而是在一些小的细节方面进行了调整 但是呢这些调整呢 使内饰呢显得更加的精致 而且高级感十足了 首先做的最大改变呢 就是我面前的这个中控显示大屏了 这个大屏呢尺寸呢是达到了12英寸 最重要的呢 它是采用这种悬浮式的设计了 跟以前这种内嵌式的设计相比呢 显得更加具有这种科技感了 EUI设计呢 继续采用这种简洁式的呈现形式 但是我觉得这种呈现形式呢 显得过于这种低调了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跟我们安排上非常实用的 这个多媒体啊导航啊 以及蓝牙连接的相关这种方便的功能 而且在我们这种操作过程中呢 我发现它操作起来呢 是相当的丝丝顺化 而且呢这个分辨率也是极其高的 画质呢是非常的细腻 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我也找到了非常实用的这种 比如说像这种智能家居啊 互动电台 以及新浪新闻 以及电子昌城非常有用的这种APP 这些APP加入呢 让我们在使用这个车辆过程中呢 提升了更多的乐趣感 那我们眼前的这个 10.3英寸的液晶显示屏呢 它的尺寸呢也是相当的可观 而且呢画质呢 也是跟大屏一样 显示的是比较细腻的 上面车辆信息呢显示丰富 便于呢我们驾驶者 随时呢进行这种车辆信息的抓取 三幅的平底方向盘呢 这个皮质还是比较不错的 摸上去以后呢 感觉非常的顺滑 左右两边的操控区域 这个实体按键呢 也便于我们进行盲操作 在中文台名下方呢 我们找到这个空调 相关的调节按键 呈现出这种触控的形式 操作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 这个空调出风口呢 是采用这种贯穿式的设计形式 这种贯穿式元素的加入呢 提升车内的精致感 那在座椅整体设计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它采用这种菱形块 相呈现的形式 这种菱形块的加入呢 让整个座椅呢 凸显这种活力的呈现 前进速度呢 它的轴距依旧是保持在 2731毫米 这个轴距的呈现呢 让我这个身高1米72人 坐在后排呢 完全是轻松不压力的 现在呢 前排是调整到 适合我的驾驶位置 我们看一下腿部空间 有三拳的这么一个表现 是不是还是相当令你满意的 头部空间呢 头部空间有接近两拳的 这么一个距离 所以呢 我觉得即便你是一个 1米85的大个子 坐在全新速腾的后排呢 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在动力方面呢 全新速腾搭载的是 一A211的1.4T发动机 最大功率呢 可以达到110千万 峰值扭矩呢 更是可以高达250牛米 匹配的是 7速的DCT的 双离合的变速箱 那未来呢 全新速腾 还将有望率先搭载 最新的1.5T的动力 成为亚太地区呢 首款1.5T新引擎上升的 这么一款车型 我们也是相当的期待 虽然是年度的小开款 但是呢 我们今天静态品件完 全新速腾可以发现 无论是在外观 内饰以及配置方面 它都进行了不少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呢 其实更迎合 当下年轻消费者的 这么一个需求 如果您的预算呢 是在15万之内 享用这么一款 非常实用的驾驭车 全新速腾 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大家可以+. 请不吝点赞,订阅,晨 pedal, 赞,订阅,火车指定